新款PS5快出了 买新款还是买老款 买国行还是日版 统一回复一下 如果你能等半年到一年买新款 如果你等不了那么久买老款 因为PS5的新款和老版性能是一样的 带光区的价格也是一样的 不带光区的新款价格反而会更贵一些 想等新款PS5的同学要注意了 新款PS5下个月会在欧美日发布 国行估计得2024年了 这几个月买新版溢价一定很高 你会多花几百上千块钱 买个效果一样的PS5吗 所以这段时间我更推荐买老版 理由有三 第一老款PS5比较成熟稳定 第二价格合适 另外各位不要忘了 国行光区版原价是4,299 未来PS5 Slim的国行光区 很有可能也是这个价格 再算上溢价更贵不合算 那么国行和日版该怎么选呢 也很简单 注重保修选国行 嫌备份麻烦选日版 不过要提醒各位买港版 日版的时候要注意三点 第一认准白衣补贴 第二最好是保税仓发货 第三维修最好在国内 所以大家各取所需吧